我们常说,病从口入,是说,一些疾病往往就是错误以识导致的,很多病就是吃出来的,随着当前快餐文化的盛行,外出吃饭早已是很常见的事情,慢慢的就会给胃肠道,增加了一些患病的机会。 对,很多时候,胃病的发生,也是因为你感染了一些细菌,例如幽门感菌,的确,外出就才是特别容易感染这个病菌,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。 幽门感菌的危害,幽门感菌是极其危险的病菌,会潜藏在人们的胃部,对于身体会带来较大的影响。 中国居民,因为幽门感菌,导致胃部不是已经很常见了,如果警察的时候,是阴性的还好一点,但如果呈现出阳性,那就糟糕了,胃病不断涌现,甚至会导致被癌的发生。 如何抑制幽门感菌,成了很多人都关心的事情,这个时候,你可以通过饮食缓解,是的,吃一点这些食物,能够起到缓解幽门感菌的作用。 西兰花,食用西兰花,能起到吸收力流行酸质的目的。 这种物质,堪称幽门感菌的天敌,也被人们称作非常强的天然抗生素。 所以,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,从而能够更好地维持健康。 大蒜,在平时,养成爱吃大蒜的好习惯,对于抑制幽门感菌也是有效的,不要多,一天吃两三半即可,能不断地抑制幽门感菌。 对于减少胃部那压消肺炎也是有效的,从而让你拥有健康的胃部。 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,你可以坚持多喝水,要是在喝水的时候,加入一些东西。 对于抑制幽门感菌,保护胃部也有非常好的帮助。 蒲公英茶,喝蒲公英茶,能起到消炎、杀菌的作用。 对于精热解毒也是好的,能起到护理胃部,预防幽门感菌的目的。 薄荷茶,喝一点薄荷茶,对于保护胃部也是有效的,使用薄荷,能起到健康的作用。 对于缓解胃溃疡,胃部不是非常的好,能更好地清除胃部炎症。 对于杀菌,抗感染也是非常好的,从而让你获得健康的胃部。 蜂蜜水,在喝水的时候,你还可以加入一些蜂蜜,做成蜂蜜水。 蜂蜜水也能起到抑制幽门感菌的作用,让你有效的护理好胃部。 胃部得到了保健,身体会健康很多,无疑是非常好的。 幽门感菌对健康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 在饮食的时候,如果你坚持这样吃,能更好的护理,保健好身体。 希望大家都重视,科学的饮食,远离胃部不是,才能获得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